第145回 小魚壓開石室的門 腰月公主不單止沒有出來 反圍在裏面靠著石壁坐下 臉變得透明 連星公主遠遠站在旁邊 看到定型 既驚奇 又羨慕又妒忌 蘇英問 哎呀 為何會這樣 難道她已經 已經走火入魔了 小魚另一頭 還未出聲 連星公主已經退出來 定型 不知道想什麼 蘇英和小魚就在她對面 她都好像沒見到 小魚試探性的問話 哈 一個人的臉會變成透明 也有 好少見 難道你們練功夫 是這樣的 是不是 她以為連星公主 絕對不會回答她 誰不知 連星公主說 沒錯 明慾功 練到最後一層 就會有這種現象 那這種功夫當然很厲害 對不對 連星公主就告訴她 這種功夫一共分九層 只要能夠練到第六層 就已經可以跟當代第一流的高手爭高低 若能夠練到第八層 就可以無敵於天下 那麼二十年前 他們就已經練到第八層了 本來 要將這種功夫練到第八層 至少都要花三十二年苦工 但是他們只練了二十四年 這種速度已經超於古人 他們以為最多再過四五年左右 就可以練到巔峰了 誰知 二十年來 他們的功夫竟然一點進展都沒有 竟然似乎 就到此為止 沒有辦法再上一層樓了 為什麼呢 事恩前二十四年 他們練功的時候 專心一意 但是到了後二十年 他們也跟凡人一樣 有了煩惱和痛苦 作業沒有辦法 好像以前那樣專心一意 小魚聽完 暗暗沉沉地說 二十年 二十年前 就是他們第一眼見到江峰的時候 掃映的問話 現在 腰月公主 是不是已經練到第九層了 連聖公主的眼裡露出了煽慕和妒忌 她說 沒錯 沒錯 我真的想不到 她苦練二十年不成 居然能夠在這種時候 這種地方練成了 我 我真的替她高興 小魚 小魚笑著說 哈哈 怕不是因為我幫了她嗎 怕都是 因為她被你困在裡面之後 就等於沒有了生路 到了這種地步 人的思想 時常會有意想不到的變化 可能 在那一剎那間 她就貫通了 練成了 那這陣子 外面開山的聲音還不停地響 小魚還是聽到叮叮噹噹噹 圈圈圈圈圈的聲音 心裡真的不知道是甚麼之味 腰穴公主 若果真的已經無敵於天下 這陣子出回去之後 她就更加苦過弟弟 誰知道就在這時候 開山的聲音突然停了 蘇英和連聲公主都很害怕 忍耐了很久 但都沒有響 再說回 又一次過了一天 外面一點動靜都沒有 這天 哇 比一萬年更漫長 這一魂連是烏魚都猜不到 究竟是甚麼人 令到十大惡人都停了手 好了各位 那裏面的情況 我們暫時放下她不說 先說說外面 相信大家都還記得 連聲公主就叫花無缺去找鐵心蘭 但花無缺找不到她 鐵心蘭竟然神秘地失蹤了 以花無缺的輕功 無論鐵心蘭向哪個方向走都好 都一定追得到她 但找到整個龜山 花無缺還是找不到鐵心蘭 等到絕往往回頭的時候 魏無牙的山洞已經被封死了 這下變化 令到花無缺來驚清得不得了 她發粗狂那麼大聲喊 但沒有人應她 宜花公主和小如兒 顯然就已經混在裏面了 等她從山腳下一個斬柴佬那裏 借到番丁和斧頭來的時候 紅日已經漸漸西沉 殘陽如血 她用盡全身的力 慢地去鑿石頭 這樣開始 山石在她的番丁下面 似乎很軟很容易滑 但她後來越變越硬 幾乎坐極都坐不動 她自己知道 自己的體力漸漸不知 但她不能夠停下 她亦不知道 洞裏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急到她不得了 就在這陣子 蒼亡的模式中 突然出現一條人影 被人影沒有說話 只是靜靜地站著 痴痴呆呆地看著花無缺 花無缺雖然聽不到她的聲音 但是有人來了 花無缺又怎會說不知道 她慢慢停下手 很快就轉過身 接著 她就始終那個人影一樣 偶了不懂得動 她怎麼都想不到 這陣子站在她面前 竟然就是她找不到的鐵森蘭 她本來想好很多很多說話 要對鐵森蘭講 不知為何 這陣子到她面對著鐵森蘭 反而一句都說不出 鐵森蘭呢 也沒有說話 甚至連眼光都不敢接觸她 只是低頭 含羞答答的 你 你剛才去了哪裡 我什麼地方都沒有去 我一直留在這裡 原來你根本沒有走遠 難怪我都找不到你了 你剛才說 見到魏無牙了 我沒有見到 裡面一個人都沒有 但是我認為魏無牙一定躲在裡面 趁她們沒有防備 就把出路全部封死了 看來 現在你的疑心病都幾重 花無缺也倒下頭笑了笑 這樣才發現自己現在還拿著鐵森蘭的手 於是她馬上就想鬆開 是誰知道 鐵森蘭有意無意之間 竟然握緊她的手 她說 這個山洞是你師父封死的 她似乎不願意人家再進去 我真是笨 剛才進去看看就好了 花無缺也覺得自己的心跳得很厲害 她勉強笑了笑話 其實裡面都沒有什麼好看 我聽說 魏無牙一生最喜歡搜尋奇珍二寶 有很多東西都是世上少見的 你難道沒有見到嗎 我什麼都沒有見到 或者她已經全部帶走了 或者 你根本就沒有留意 花無缺本來還想說話 但是突然間發覺 鐵森蘭的眼光變得很奇怪 她這雙眼本來很清純 但是現在 她這雙眼突然間 就變得好像鷹那麼銳利 好像狐狸那麼狡猾 而且 還帶著一種令人無骨悚然的邪氣 在儀式中 她的身材體態 她的神情相貌 都跟鐵森蘭的一模一樣 只有這雙眼 這雙眼無論如何都不是鐵森蘭的 花無缺覺得心裡一寒 就想說退開 但是這陣子已經遲了 花無缺覺得掌心一麻 然後整身都麻了 她用盡最後一些力 反手切過去 但是鐵森蘭的身體 好像一陣風般飄開了兩三丈軟 再想說追過去 手腳也不能動 只聽到鐵森蘭的笑話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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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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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突然就被人看穿了 嘿嘿嘿 沒錯 他最後都看穿了 這是因為我沒時間多學一學鐵心蘭的樣子 我總共不過先研究他半個時辰 嘍 如果給我多半天時間 不是說謊 就算日光日白 這個臭小子也不知是啟得出 花無缺已經忍忍約約猜到這幾個人是什麼人 也知道自己這一魂落在他們手上 就等於肥豬入圖牆死定了 但是他沒有為自己的處境擔心 因為他知道疑花公主和鐵心蘭的處境 一定比他更加兇險 李大嘴笑著走過來 將花無缺上上下下從頭到腳 一直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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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到口水都流了 伸出手就去練花毛缺的討論 就好像家庭主婦去市場買雞 練好雞胸有沒有肉 花毛缺生氣得不得了 當然啦,是人被人這樣練都會生氣 但偏偏沒有辦法 盜撒就說 停手 我現在又不是抗拒 練一下而已,有什麼所謂 你這個人不實為當勢絕英雄 我雖然不能以武功勝他 至少也應該以來相待 你殺了他都可以 但是 不能夠羞辱他 花毛缺似乎幾感激盜撒的這幾句說話 忍不住牆壇一聲 他說 多謝 在下 既然落在各位的手上 就已經將生死置之道外 尊敬兩個字更加不敢奢望 只不過 鐵心藍 是不是要落在各位的手上呢 他沒有問過 就是問盜撒 因為他已經看出 這幾個人當中 唯有滿面殺氣的人 不會講假話 那盜撒果然說 是 花毛缺也不理他 只看著盜撒說 閣下 若果亨放過他 在下就死而無怨 哼哼 我不妨告訴你 他老鬥 本來是我的八拜之教 我怎會爛毀他呢 鐵劍雖然明裂十大惡人 但是 除了他性情狂傲之外 若果論到他的所作所為 和他的那副硬骨頭 絕不差得過 有一些致命不凡的大俠 閣下這樣說 我就放心 但是 還想請教一下閣下 家師他們 花毛缺還被問完 屠嬌嬌已經加把口過來 他說 這件事 你就放心 他們都被藝毛牙困死在山洞裡 除非 有什麼人能夠從日蓮谷那裡借到那把開山巨虎來 如果不是 哼哼 這世都未知出得到來了 藝毛牙記能夠將他們混在裡面 就必定是早就計劃好了 山洞裡 那邊 也絕對不會有什麼食和有水飲 沒有食 還可以熬得十天八日 但是沒有水飲了 兩天都熬不到 屠嬌嬌講完 嚇嚇兒白開心都出現了 半人半鬼陰狗憂 就因為要看著白夫人和鐵心蘭 就沒有來 屠嬌嬌於是 就叫嚇嚇兒 將鐵心蘭他們帶來 就叫白開心落山 去鎮上面找些食物回來 一定要夠三日食用的 又叫李大咀落山 去找些開山的工具來 就準備鎮穿山洞他 三個人分頭就去了 最先回來的就是嚇嚇兒 他抓了一匹雷仔 雷仔抓了一塊大石頭 那花無缺呢 好心急地等著鐵心蘭 嚇嚇兒不過是帶了一隻雷仔來 又驚奇時又失望 誰知就在這時候 怪事發生了 那塊石頭裏面 突然之間 就傳出一種很奇異的 新人聲和笑聲 花無缺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更加不相信自己的耳底 層嬌嬌嬌嬌看著他一眼之後就說 你見到這塊石頭 是一塊魔石來的 會食人的 所以 又叫做食人石 呢 你那位鐵姑娘 就讓他吃一下肚 石頭會食人說出來都沒有人相信 花無缺的心雖然不相信 但那雙眼還忍不住 望食那邊的大石頭 好了各位 究竟那塊是否真的食人石 來的呢 明天再說 好久了